拜登政府 如果以色列挨打的話 就會造成更強悍的川普 獲得更高的選票 因為他會不斷地指責 拜登保護以色列不利 這在美國政壇上是很大的罪名 所以只好把看家本領 都已經搬到以色列去表演了 只好編一個理由說 在以色列有很多美國人 所以我們要保護在以色列美國人 哇 以色列美國人命這麼貴啊 七套保護多少人 這個太貴了 那這個顯然是假話了 現在來看到黎巴嫩真主黨 發動了大批五人機攻擊的 就是對準以色列北部的 本雅民軍事基地之後 我們接下來看到最新消息 是來自於美國國防部證實 宣布在以色列部署 他要來裝的是他的 萨德反飛彈系統 另外呢 美軍啊 這一次還說要再增加 100名的官兵 正是加薩戰爭爆發以來 美國注意了首度的 增派大量的兵力前往以色列 根據了美國國會研究處 先前的報告顯示 美國陸軍現在有的一共是7個而已哦 來自洛克希德馬丁的這些 薩德他的炮組 每組造價非常的昂貴 達到了數十億美元 而對照五角大廈發言人 瑞德之前的說法 他說薩德將會來增強 以色列的綜合防空的系統 也彰顯美國要來捍衛以色列 保護當地的美國人 免於受到伊朗飛彈攻擊的 堅定承諾 我們先來看到是什麼樣的原因 這一次五角大廈決定讓出 他們僅有的非常珍貴的 7套薩德反飛彈系統 真如發言人說的嗎 是要保護當地美國人嗎 還是有什麼沒有說出來的背後動機 我們請委員來幫我們做分析 主要的還是政治原因 因為眼看著以色列 即將對伊朗進行報復性的攻擊 這個報復性的攻擊 一定又會引來伊朗反擊 伊朗的反擊 不外乎也是用很多的 大大不小小的 成本高的成本低的各種導彈 來攻擊以色列 以色列上一次已經被證實一件事情 就是說面對飽和攻擊的時候 以色列的防空系統沒有辦法達到完全的攔截 既然沒辦法完全攔截 一定會有所損失 這個時候 以色列就要加強防空 不能光靠它過去的所謂鐵窮 大衛投石鎖或天劍 一定要補上愛國者飛彈 以及薩德飛彈 薩德是一種戰區型的防空飛彈 一般來講陸軍在使用 在韓國的一個陸軍基地 就是使用這一款薩德系統 現在把它搬到以色列來講 當然是有很特殊的含義 要不然的話美國陸軍 也不過那幾套而已 怎麼割捨得了呢 那每一套也差不多95個官兵來負責操作 陸者維修 那現在它總共才增加100名以外 可能未必是夠 那用七套能不能保護以色列七個大城 還是一個大城需要兩套 這還有在實踐來檢驗 因為過去薩德沒有在韓國被檢驗過 所以現在搬到以色列是被檢驗它的效能 所以某種程度軍火商有這個需要 美國國防部也有這個需要 那保護以色列我會講說 真正的原因是政治上的 現在已經進入投票的一個季節 11月5號6號即將產生美國的新論總統 這個新論總統輸贏在伯仲之間 差距非常的小 任何一方都損失不得 尤其是拜登政府 如果以色列挨打的話 就會造成更強悍的川普 獲得更高的選票 因為他會不斷的指責拜登保護以色列不利 這個在美國政壇上是很大的罪名 所以只好把看家本領 最後的米翁都已經搬到以色列去表演了 這個真的是政治上沒辦法 現在是10月15號 距離11月剩下20天 20天選舉總不能出意外 那20天裡面 誰敢保證以色列不會攻打伊朗 伊朗不會反擊 那以色列現在已經說承諾美國人說 不打石油設施 那這樣油價就不會漲了 美國人就沒有通貨膨脹的風險 那要不要打核設施呢 那歐洲反對的不得了 歐洲說打下去的話不得了啊 那最後結果怎麼樣 就妥協一下 就打軍事設施 打軍事設施 你說伊朗的飛彈基地會等到那邊挨打嗎 那這個是不切現實的考慮 所以政治上的考慮要講 這個美國再怎麼心不甘情不願 為了他自己的選票 民主黨的選票 為了維持這個在美國 在以色列的一個聲望 還有只好編一個理由說 在以色列很多美國人 所以我們要保護在以色列美國人 哇以色列美國人命這麼貴啊 七套保護多少人 這個太貴了 那這個顯然是假話了 好所以提供這個薩德系統給以色列 在美國來說這個政治意味濃厚 不過薩德系統它真實背後的戰力 到底如何 能不能百分之百的來保護以色列 我們等一下請將軍來 特別帶我們看到細節的部分 因為先前我們討論過了 說以色列它還是沒有辦法面對的事 如果是那種百分之百的這種飽和攻擊 那接下來我們知道 包括了這個伊朗跟真主黨的攻擊 都會成為強態 而且接下來還會加入第三方的敵方 如果真的是靠著美國的薩德系統 戰力到底如何 我們也帶觀眾朋友特別來看 現在來看到薩德系統的一些小檔案 目前是由六個卡車式的發射器 還有48個攔截器 無線電雷達組成 需要由95名官兵來進行操作 被視為是和愛國者三型飛彈互補的 而且這個範圍可以達到150到200公里左右 就距離而言薩德是介於鐵穹和大衛投食所之間 但是每枚飛彈的造價非常的昂貴 我們來看到薩德對抗飽和攻擊的態勢 到底如何 這一次真的能夠萬五一失了嗎 或者如委員說的 能不能保住以色列他的七大城 將軍怎麼看 薩德系統它是非常昂貴的 那如果今天產生飽和攻擊 如果伊朗所使用的是除了彈道飛彈之外 它還有巡运飛彈可以用 而且還有無人機 遠程的無人機可以說使用 那是不是要啟動薩德系統 我認為這個就不划算了 因為薩德系統非常昂貴的 那無人機或者是巡运飛彈 造價是相當的便宜 那如果是飽和攻擊的狀況之下 那以色列每打一發都虧一發 那個遠程上的薩德系統 每一組就六個卡車 然後每一車八彈 一車八彈六輛卡車是48彈 你一下就消耗光了 它如果是派了48架無人機的話 你要不要去拿薩德去打 所以不適合 這四層防禦 遠程上最內層是鐵球系統 再來的時候就為大衛投食所的系統 再來就是劍三的反彈跟反擊的系統 最後面才是薩德 你講到薩德就想到類似 類似我們講的飆三 反彈飛彈 飆三 飆三再來就是標準六型 那我們現在台灣所使用的只有飆二 還沒拿到飆三 但是它造價非常的貴 包含我們講到的 包含大衛投食所都很貴 一枚的話將近是 大概兩千多萬台幣 那你要不去打 要不去用 因為它是七十多萬每級一枚 要不去打那個無人機 那麼便宜 不要 我認為不要 它只要專程打彈道飛彈就可以了 但是問題是以色列它要四面來部署 西面有加薩走廊 北面有黎巴南的真主黨跟敘利亞 南邊不要忘了有夜門的胡塞組織 那伊朗是從東面過來 當然它要跨越了波斯灣也包含了 伊拉克也包含了約旦 它有這方面的預警的時間 但是問題是以色列它要分散部署 那一般來講這些周邊的國家不含伊朗 伊朗會用彈道飛彈 巡运飛彈跟無人機 其他的都是用鐵 我們講到的就是火箭彈 那火箭彈是不是拿鐵琼 你只要是火箭彈拿鐵琼去攔截 火箭彈都是賺到 因為火箭彈便宜啊 你鐵琼一枚一出去 一枚一出去的話 也是將近的話大概七十萬台幣 又是高三分 那個火箭彈 火箭彈 從二世大戰末期 大家都用火箭彈的 那都是很便宜的 那你要不要去攔 你不攔 它的炸彈就炸到你 你一攔 它就變成碎片 那你要不要去用 當然就要去用 那你用的話就會 我們所說的就是越虧 所以以飽核攻擊 以色列它就會造成 它要不要去攔截 它困難就出來了 那這個以飽核攻擊的消耗殆盡了 那現在如果是伊朗大量在使用彈道飛彈 或巡运飛彈 那以色列是不是就沒有辦法招架 打仗 打成本 打錢 那現在以色列就要去衡量 因為造這些的無人機 或者巡运飛彈是比較便宜 彈道飛彈是比較貴 所以薩德系統跟艦山系統 專門去打彈道飛彈 要去做區隔 但是問題是戰場威脅太大了 一過來是管它的 先打再說了 你會變成這個樣子 因為在這個戰況 那麼緊急的狀況之下 你不會說我這還有那麼多時間 這一個用薩德系統去攔截 這一個我們用大衛投資所去攔截 那最後這一個我們用這個 鐵琼系統去做攔截 打仗它不是這樣子的 你要自己在立刻當機立斷 那你就會選擇怎麼用 用最好的 用最好的那就是用薩德系統 那薩德系統一下用光那怎麼辦 那你只剩下艦山 防空飛彈 就變成這個狀況 那你要不要用 那你就沒有薩德系統 所以我都認為 它薩德系統不會輕易的去用 那會不會造成這個飽和攻擊之後 你看嘛 以色列被成功突防過 在2023年10月7號 贖罪日戰爭的時候 這巴勒斯坦的哈馬斯組織 就讓它整個鐵琼系統當掉了 馬上飽和攻擊了嘛 沒辦法攔了 還有你有沒有 你已經消耗殆盡了 但是這個火箭戰 還繼續不斷地落下來 會變成狀況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飽和攻擊 是造成以色列最大的負擔 那以色列你看它做了一個什麼東西 以色列也不是薩德登 以色列就做源頭打擊 你看這尼巴 為什麼第一次的時候 先把1300個重要的軍事目標 先做源頭摧毀 它這一打下去 可能就是一組6636 36枚的火箭彈就被摧毀 那到時候 我可以省掉36個鐵琼系統 它就這樣想到了 所以你看它為什麼要先發制人 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火箭彈太廉價了 要做源頭打擊 源頭摧毀 這樣它沒有辦法發射火箭彈 一直质壓它 那這樣的話 省了先做源頭质壓 源頭打擊 省掉它的鐵琼系統的這種負擔 所以以色列它也不是很優勢 它會這麼來算 那以色列 我們知道作戰是不斷的新陳代謝 不斷的一直不斷的 我們叫做就是 技高一筹 所以以色列這方面也有調整 好地面上空中 以色列可以做源頭打擊 也可以透過控制成本 來打這一場消耗戰 這些打的都是金錢 那如果地面上如果可以防 但是有一些是台面下的恐攻 真的防得了嗎 現在我們也會來特別看 這是來自於華盛頓郵報的報導 哈馬斯其實從去年就突襲以色列之前 曾經致函給伊朗的最高領袖了 是哈密尼 說希望能夠提供5億美元的一個金援 為當地一萬兩千名的哈馬斯的武裝分子 來進行訓練 最令人驚恐的是呢 其中一項計劃是要摧毀以色列第二大臣 特拉維夫他的摩天大樓 這一份文件中我們特別來看到 也顯示說以色列的第二建築 70層樓高的這個摩西阿維夫塔 也是潛在的目標 而且說呢 如果這座塔被摧毀 敵人將會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 類似當時難道是要仿效911的 對美國的那一場攻擊嗎 其他可能會發生的攻擊 還包括有非常多 這內容真的太多 我們來看到其中幾個 將火車改造成一棟炸彈 行經最大城市時來做引爆 或者是改造漁船為高速攻擊船 將武裝分子和炸藥 直接送到以色列的港口 我們看到哈馬斯 真的是各種的方式來做地下攻擊 現在這份文件被攤在陽光下 我們可以等於是遇見了 接下來中東可能會出現的場景 有這麼樣子的嚴重嗎 老大怎麼看 這個江湖上有一句話 這個人父啊 是靠銀子 人窮是靠點子 要想一些點子 你就像哈馬斯第一次進攻的時候 會有那種滑翔 但是有一點這些人都準備死了 所以你必須考慮到哈馬斯 他現在最大一個 他就是說不怕死 那當然也是累積了十幾年的那個 整個變成這個情況 所以現在以色列對這個哈馬斯來講 一個就是怕它台面下的點子 另外也就怕它地面下的 就像我們上次他要東擊黎巴林南部 我們是覺得沒有想到後來以色列也被打了滿多包 因為他們 因為以色列是到2006年那個時候 黎巴林他們那個 鄭主黨那個地下是什麼樣子 但是這十幾年地下進步很多了 以前的地下室你一個人過去 現在地下室開車進去 所以它整個想法 所以這樣的話那就不一樣 你就開車進去跟你打就不太一樣 所以這是 那整個來講就是戰術越高 死亡率越大 那就離地獄就越來越近 這個地方會整個是靠近地獄 這是必然的 所以這個戰爭後面絕對是必要財 因為殺人殺到最後眼會紅 那戰爭打到最後也是心狠狠 心狠毒辣的 所以這個在後面看 我們只會看到越來越慘烈 另外一個戰爭 是 那這麼以色列的總理 納坦雅胡 他考慮要實施一個計畫 叫做將軍計畫 這個將軍計畫 是說要封鎖加薩 北部的這個人道的一個援助 餓死哈馬斯武裝分子 但是剛剛盧老大說的 這個哈馬斯其實沒有在怕任何事情的 隨時都可能引爆自身炸彈這樣子 您怎麼看這樣制服得了哈馬斯 這個將軍計畫就是 以色列幾個退休的將軍 他們做一個建議 就是他們有一個建議 給他一個禮拜的時間 大家都搬 你搬了以後 你不搬了 這個就不能怪我無情了 看起來好像人盡益智 我已經給你時間去住 這沒有道理人家的家 你叫人家搬到哪裡去 對不對 第二個我們就是說 這樣子你就制服哈馬斯 我覺得這個恐怕也不見得 中國有一句話 人不為死 奈何以死拒之 他不怕死你為什麼要死 我已經看到一個 有一個人講就是國共戰爭 他說為什麼共產黨會贏呢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問了一個共產黨的將軍 就說 等你這個 你如果解放勝利以後 你要做什麼 這個將軍說 那個時候我應該不在了 所以他就有必死之心 但是我覺得很巧妙 在這一次這個 這個哈馬斯那些 這個加上那些小孩 我就碰到有記者問小孩 你長大要做什麼 他說我不可能長大的 我們那邊小孩不可能長大 所以這些人 他已經有一個這個觀念的話 所以你要怎麼對他 我覺得不是那麼容易 大家如果都抱有必死之心 你以色列那麼猖狂 那麼狂妄 我覺得 當然 絕對哈馬斯會死得很慘 但是你也不見得就勝利 所以這個將軍講 就是一個很大的悲劇 從以色列來看到 在真主黨兩邊互相猛攻 先來看到是黎巴嫩的官媒 所做的一個表達 他說以色列 光是10月13號這一天 就是發動了空襲對準 目前已經飽受戰火的黎巴嫩南部 而且摧毀了一座 在當地非常重要的 一百年的一個清真寺 除了清真寺被摧毀之外 這個部分也是以軍近幾周 加強轟炸 黎巴嫩以來最新的一起攻擊了 法新社做的報導 在以色列猛攻之下 共造成黎巴嫩現在有1260個人 因此死亡之外 還有超過100萬的民眾 是流離失所的 針對這個攻擊 我們現在來關心 這個是以色列的動作 接下來黎巴嫩又做了什麼反制 黎巴嫩的真主黨選擇 在隔一天也就是10月14號這一天 發動了大批的無人機做反攻 這一次他攻擊的是以色列北部 鄰近本雅明的一處軍事基地 一共是造成了4名的士兵喪生 而且這當中還有60個人受傷 這是雙方衝突升危以來 真主黨對以色列最致命的一次 無人機攻擊之一了 我們看到真主黨的無人機攻擊 這一次其實造成的死傷人數算慘重 4人死亡超過60個人受傷 代表這個攻勢是不可小覷嗎 以色列的防空系統 現在是不是也被證實了 確實存在它的缺陷嗎 接下來美國又會如何動作 我們請呂建長來帶我們看 其實我們看到 這個真主黨它的部署 其實它都是一直放在民宅裡面 所以對於以色列 雖然它之前經過了非常綿密的情收 但是它對於確切的位置 及有關於摧毀之後 後續的再補充 或者類似像加薩走廊那樣 從地道上面又運輸上來的狀況 其實並不太進入狀況 其實在加薩最近我們看到 這個10月11號的時候 也曾經發生過 在加薩走廊北部有火箭的攻擊 也類似這個狀況 至於說現在美國為什麼要派薩德系統前往 其實它是有其他的想法的 這個就跟之前 為什麼美國它要派這一些 柏克級的飛彈驅逐艦前往東地中海 攔截這一些以色列的高超音速飛彈 其實是有一曲同工之妙 也就是它在測驗自己的系統 那利用了這一些不預期的攻擊 那其實薩德也是 而且薩德它的模式 比我們想像 比我們一般所認知的這一些愛國者 還要來的複雜 因為它其實它有 它可以部署一個以上的雷達 它有前向搜索 以及在終端攔截的部分 那其實這就是我們常常提到的 薩德之眼的這個雷達 那它的距離其實非常遠 那這一個高度 其實一般來講 我們認定它的攔截高度是150公里 可是它向前搜索的距離 可以到2000公里 那我們一般對於這樣的系統的運用 其實是這種高低搭配的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看到說 較高的會用薩德先來攔截 薩德沒有辦法完全的攔截的時候 它在使用愛國者攔截 那它其實是這樣高低空搭配的 那只有這種高低空搭配的時候 它才能完成 那至於現在我們剛剛針對的無人機的話 因為無人機的問題它比這種彈道飛彈還要複雜 因為無人機它可以採用低空的飛行 那它在低空飛行的話 就會受到地形跟地物的這些掩護 那等到它出現在目標之前的時候 飛彈發射可能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說其實未必是以色列它的防空系統不行 而是因為現在真主黨從這樣綿密的使用 各型的火箭 飛彈 以及無人機 它已經摸索出一套的方法 因為究竟真主黨它不是我們一個國家 這種很標準制式化的部隊 所以它對於這樣的一個攔截的一個 所謂接戰的方式並不熟悉 那現在也就是美國準備要協助以色列進行這個部分 那當然原來就有愛國者飛彈 然後當然以色列它的鐵窮的這些系統 是不是它的飛彈數量不夠 而且它之前所號稱的發射一次 只要64元新台幣的這個鐵數 也就是雷射武器 為什麼我們一直沒有看到 這也是值得探討的 好 我們看得出來 現在真主黨針對這個 不管是無人機或飛彈攻擊 已經摸清楚以色列當地的地形了 接下來美國的薩勒系統如果真的介入 我們等一下會來稍後做更多的相關的分析 好 現在其實這個乙君跟真主黨交火 其實也把聯合國的維和部隊也都牽涉進來了 而且他們也表示非常的不開心 過去幾天之內就有5名人員受傷 那這個是聯合國的駐黎巴嫩臨時部隊的40國 在12日這一天也聯合發了聲明 譴責維和人員遭到攻擊是必須要立刻停止 並且進行調查的 我們看到現在聯合國都做譴責了 但是另外一頭哈馬斯的攻勢是沒有減少的 而且早就已經計劃相關的部署 華盛頓郵報取得了哈馬斯文件揭露說 哈馬斯去年突襲以色列之前 曾經致函要求伊朗的最高領袖哈米尼要提供5億美元 為1.2萬名的哈馬斯武裝分子來進行練習訓練 另外哈馬斯還收集了1.7萬張以色列的城市 跟基礎設施的衛星圖像照片 計劃對以色列的第二大臣拉夫維夫的第二大摩天大樓說要實施911式的攻擊 似乎決心就是要把以色列人從地面上給殲滅掉 我們看到聯合國中東維和部隊遭襲了 以色列現在會不會惹來眾怒 剛剛說了這種以哈之間的種族仇恨真的有解嗎 我們看到哈馬斯早就已經計劃了各種的報復政策 郁老師怎麼看 我覺得以色列本身的話 目前為止現在很明顯的在下一盤大棋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因為哈馬斯的話跟伊朗要錢的話 不是新聞大家都知道 因為實際上哈馬斯就是所謂的這個伊朗的這個帶領人戰爭 但是這個情況 但是有幾個消息顯現出來 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就是說首先第一個 昨天米勒他已經是這個公開支持 公開支持以色列對於這個黎巴嫩的進攻 這是非常重要的消息 那個時候就表示什麼呢 這個就表示第二個連帶的消息 就是呢 以色列你打開地圖一看的話 這個黎巴嫩的這個南部 也就是珍珠黨所在的位置 剛好就是聯合國維和部隊所在的位置 所以說呢 以色列自己這個攻擊會製造出一些事端 製造一些爭議 然後呢這個當中呢 維和部隊當中 據說也是事實報導上來講 有意大利的 有印尼的 然後也攻擊到離中國的維和部隊不遠的地方 所以說呢這個事情是 我今天看到了在整個聯合國的大使當中 中國駐聯合國大使的復衝的話 就是表明這個是非常非常令人憤怒 而且絕對不能夠接受的事情 但是我再把你這邊講一下 它遭襲的話呢是遭惡意的襲擊 就是要擴張以色列的安全地帶緩衝地帶 因為打開地圖看的話呢 以色列的北部的話呢 它一定要佔據了黎巴嫩的一部分地方 要佔據黎巴嫩一部分的地方 尤其是南部的話呢 它一定要維持一定 據說目前為止達到60公里的緩衝地區 這裡面已經佔據了幾乎是黎巴嫩的一半的地方 然後另外會不會惹怒 重怒呢 惹怒了世界的正義之重的怒 為什麼呢 因為以色列之前我們都知道 以色列已經宣布了 就是說聯合國是恐怖組織 然後聯合國的秘書長 古特雷斯是不受歡迎的人物 我當時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以色列對聯合國這麼反感 搞了個半天 他就是說 納拉雅胡昨天也講了 他希望在整個大型進攻之前 聯合國的威力會不會趕快撤走 但是呢 他這個 他這個攻擊的方向上來講 尤其是剛剛提到的飛彈 他攻擊的特拉維夫 大家要知道 特拉維夫是以色列的真正的首都 原來說是首都宣稱是耶路撒冷 但是很多人就不敢把大使館牽到那邊去 那基本上的話 就是特拉維夫可以說是以色列最重要的城市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呢 那我覺得呢 如果要逼著聯合國就範的時候 我覺得可能要先過中國這一關 中國在那邊聯合國不得的話 人不多有420億人 但是也算是個比較大的團體 因為它基本上是在維持和平 聯合國實際上合起來的話呢 就是有四五十國 合起來的人數的話呢 就是大概有一萬多人 力量並不大 但是它的正義感很高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呢 是面對於以色列加美國 記住以色列加美國跟聯合國攤牌的一個機會 聯合國是拿以色列沒有辦法 但是中國在聯合國裡面的位置是武藏當中 唯一要贊成世界和平的 其他的話呢 都沒有這個立場 所以因此的話 這個聯合國的維和部隊 在黎巴嫩的態度的話呢 就是中國的代表團的意義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現在看起來 看起來有兩大派 一個就是以色列跟美國 另外一邊是聯合國 還有中國大陸在這邊 現在要展開對抗 我們來看看這個戰場上面 背後又有什麼樣的軍事意義 就是納坦雅胡他到底 如老師剛剛說的在玩什麼樣子的一部大棋 我們來看後面的政治訊號 以色列他已經多次表示 10月1號 伊朗的這個飛彈突襲做出 他將會做出的是還擊 美方研判這次以色列的報復 會聚焦在伊朗的能源還有軍事設施 但是不會打擊它的核子設施 整體來看 以色列目前我們都知道 他現在主要針對兩頭來做作戰 一邊就是真主黨黎巴嫩的部分 另外一邊就是哈馬斯 那聯合國的維和人員也警告了 如果再降下去 恐怕演變成一種災難性的地區衝突 針對納坦雅胡的種種作為 最近我們看到以色列的 前以色列的駐紐約總領事 這位是平卡斯 他也做了一個評論 他認為以色列擴大 對加薩、黎巴嫩、伊朗的各種行動 都是出於納坦雅胡個人的政治上面的需求 如果如這位評論員所說 他是真的為了自己的政治需求 是否也剛好符合美國的利益 如果拜登沒有支持以色列 以色列會有這樣子的作為嗎? 委員又怎麼看? 還有薩德系統的部分 在以色列 美國是在在天柴火嗎? 納坦雅胡當然有他個人的政治需求 本來他在以色列政壇上面是搖搖欲墜 可是哈馬斯來一場的所謂阿克薩洪水行動 讓納坦雅胡拿到了一個把柄可以大作文章 可以讓他成為以色列裡面的一個戰爭的總指揮官這種角色 也就是不再只是一個平常的政客 以色列能夠支持納坦雅胡嗎?是的 以色列基本上從各種民意調查來講 已經都有七成人支持這個納坦雅胡新兵作戰 他的新兵作戰有幾個特色 所以我們講說有七面埋伏 但是他七面埋伏的對象只有伊朗是國家 其他都不是國家 要嘛就是政黨要嘛就是民兵組織 要嘛就是所謂的武力的政治團體 都不是國家 所以對於這個東西以色列盤算得很清楚 既然不是國家的話 你就很難有足夠的資金跟軍力來撐起這樣的戰爭 也就是以色列就會站在一面倒的優勢的原則 除了伊朗之外 所以這樣的符合不符合美國利益 當然符合美國的利益啊 你看看美國有沒有宣佈過哈馬斯是恐怖主義團體 有啊有沒有宣佈過真主黨 有啊有沒有宣佈過敘利亞的伊斯蘭民兵 有啊還有這個耶門的福斯蘭組織 通通有啊這些團體這些非政黨 通通被美國法律上認定是恐怖團體 那你以色列在打美國的恐怖團體 符合不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 當然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 所以美國一定會加大去支持以色列 還有最近要給所謂的薩德系統 它是主要是針對伊朗來的 針對那個其他六個那個小矮人 基本上不需要用它薩德系統 那伊朗這個導彈前段時間 當然表現很不錯 可是如果說真的面對美國跟以色列的聯軍 伊朗也討不到便宜 所以變成在這種整個戰略盤算上面 美國會支持以色列消滅哈馬斯 會支持以色列打敗這些其他的民兵組織 搞不好美國還暗中已經在提供柴火給以色列 你就好好教訓一下伊朗 看看俄羅斯什麼表態 看看中國什麼表態 中國大陸當然現在在聯合國 都是用外交的方式表達憤怒 可是我們也很清楚看到 中國大陸到今天並沒有制裁以色列 所以它基本上在這個外交手環上的運用上面 還是在一個考慮當中 考慮當中 它也沒有辦法真實的去支持 哪一個這個被以色列攻打的武裝團體 那頂多是給這些黎巴頓的難民啊 敘利亞難民啊 人道主義的幫助 他沒有辦法正式的介入 因為在中國的定義上面 這個有點的複雜 而且是不干涉他國內政 像黎巴頓 不要與阿拉伯國家團結的啊 黎巴頓的遜尼派也是樂見真主黨被打敗啊 我說不客氣的話真的是如此啊 還有呢其他的這個遜尼派的國家 沙迪阿拉伯 約旦 你看約旦坦坦白講 沙迪阿拉伯國家最贊成巴勒斯坦這些武裝團體被消滅就是約旦 為什麼 因為這些團體曾經 嘗試推翻約旦的王室 所以對約旦的王室來講 這些是不共戴天的敵人 他當然會把基地借給這個美國的軍隊去駐紮嘛 所以在這麼一個複雜底下 以色列一看 這個世界哪有正義的力量啊 就是聯合國在那邊喊喊而已啊 所以他就乾脆恐嚇一下聯合國的威護部隊 不走我就丟你兩顆炸彈 他基本上已經到了抓狂的地步了 已經到這個地步 那你說中國能夠派多少威護部隊 中國也不可能參戰啊 你那四百人都能幹 一萬人都派不上用場啊 更不用講到什麼法國啦 義大利啦 土耳其啊 也只是發表聲明 你看法國有沒有對以色列制裁 沒有啊 他頂著告他 不要賣武器給他 你有沒有對以色列禁運 你也沒有 那你法國馬克宏只是在做政治表態 明眼人一看 以色列納坦亞一看 你跟我耍假的我跟你玩真的嘛 這個是目前以色列 這個發動這場戰爭 符合納坦亞福個人政治利益 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 那更某種程度 這個其他的遜尼派的國家也樂見其成 你說他打不打 這個就是納坦亞福的底氣所在 那其他的什麼正義啊 校園裡面的抗議啊 輿論的反彈啊 對他現階段他都不以為意 因為納坦亞福認為 他認為只要他打贏了 他就是以色列 二十大戰後最了不起的 以色列英雄 納坦亞福現在硬起來持續的進攻 黎巴嫩真主黨炮火只有越來越猛烈而已 我們看到以色列國防軍 在10月10號這一天空襲 黎巴嫩的首都貝魯特的市中心 造成了22人死亡 這當中還有117人因此受傷 這個是黎巴嫩遭遇過 單次傷亡最慘重的一次攻擊了 就在同一天 以色列的戰車還砲擊了聯合國 駐黎巴嫩部隊的總部 大家比較驚訝的是現在連聯合國的部分 他也動手了 造成一座哨塔倒塌 兩名愛爾蘭籍的 違和部隊人員受傷 針對此同樣有派兵加入這一次 違和部隊的意大利國防部長 這位是克羅賽托 他表示這起攻擊可能構成戰爭罪 要求以色列出面解釋 因為他認為這並非是一起失誤的事件 以色列連聯合國部隊現在都炸了 會不會構成戰爭罪引發國際的制裁嗎 為什麼納坦亞福敢這麼做 大使您怎麼看 最主要就是美國撐腰 聯合國事實上我們先要釐清 它不是世界政府 它是一個國際組織 也就是全球這個治理下面的一些 國際機構而已 聯合國的憲章 它有一個理想就是非戰 就是說所有的戰爭 如果不是聯合國授權都是違法的 請問一下有用嗎 美國發動好多戰爭都不是聯合國授權 那聯合國還有一個這個在安全上 設計叫集體安全機制 集體安全機制 事實上是聯合國可以獲得授權以後 採取軍事行動 包括組織聯合國軍 包括現在組織這種違和部隊 包括成立所謂的罪犯法庭 審判這個犯證 都可以的 可是前提叫聯合國 透過它的內部的這個合法的程序 達成決議 那這個合法的程序 第一關就是在安全理事會 那安全理事會聯合國是向強權 它是做妥協的一個制度設計 所以五強是有否決權的 所以基本上聯合國如果要採取 集體安全機制或者 對這個違反這個戰爭或者和平的 聯合國憲章的這些國家 進行這種審判 比如說這個有這個好幾個 比如說前南斯拉夫的罪犯法庭 就把原來的南斯拉夫總統就判刑了 這是聯合國設置的 可以這樣做 可是前提是聯合國本身要共識 那可是聯合國設計給五強 就是說安理會的五強有否決權 所以只要美國不同意聯合國這樣做的話 聯合國就一點作用都沒有辦法發揮 那最主要以色列 所以你說他為什麼都什麼都不怕 也就是說美國 美國是他的 不是美國是他的 他是美國的爸爸 他的兒子很爭氣 可以把這個聯合國給癱瘓 所以呢 所以從這個加薩走廊開始打 不就是從開始所謂進行的 各國都認為打 就是種族滅絕嘛 就是說一個炸彈下去 你能說這裡面是哈馬斯 還是真主黨 還是一般平民 那很容易證明的就是什麼 兒童 你能說他是哈馬斯嗎 你能說兒童是真主黨嗎 對不對 可是以色列的炸彈 從來就是這樣炸的 他是寧可挫殺 一千好 不願意放過一億人 現在打貝魯特也是一樣 一個炸彈下去 就22個人就沒有命 而且他是打住宅區 他不會像以色列 像伊朗都比他遵守國際法 打以色列的時候打的是軍事基地 對 他是打的作戰的這個 戰爭的目標 他不是往平民裡面打 以色列是完全是平民 作戰人員不分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加薩走廊的打戰爭 跟以色列跟黎巴嫩戰爭 完全兩個不同的屬性 黎巴嫩是個獨立主權國家 他的軍隊直接開到人家 人家國家裡面 照聯合國憲章就是違法 那可是聯合國他可以 會員國可以叫 可是聯合國無法展現 集體意志 我就說他的制度設計上 就是五常可以否決 那美國就是否決 那所以在這個 以色列的戰爭行為上 那麼他是美國的爸爸 所以美國只敢叫一叫 可是呢 該給錢的時候要都給 然後呢 有人做過統計 就是戰爭開始以後 美國已經提供了 三萬多發 以色列打在加薩走廊 跟現在黎巴嫩的 各類的炸彈 重磅炸彈 都是美國的炸彈 所以你說 美國會不會繼續下去 會 然後呢 不只是美國 還有美國的盟友 歐洲國家 你看到 意大利這個國防部長叫一叫 這個 俄武戰爭開打也沒有多久 羅馬公約 也就是國際刑事法庭 他就 對這個普丁進行通緝 請問 普丁 他的作戰目標 如果是像現在 內塔亞胡這種打法的話 那 那 那他是應該是 最有因的 可是問題你看 內塔亞胡的打法 我就是說平民跟戰鬥人員是不分的 有的是專打平民 那 羅馬公約下面成立的 國際罪犯法庭 對內塔亞胡做了通緝嗎 好像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美國跟他的盟友 把這個 把這個法庭也癱瘓了 所以 就變成說 在這種時候 我覺得 應該大家就要知道 這個就是國際現實 聯合國也沒用 國際罪犯法庭 對著 殺雞可以 可是對真正的 他惹不起的 他還是惹不起 好 我們看到針對這起事件 中國大陸的部分 也出來發言了 這是中國駐聯合國代表 復衝 他譴責這一次的行動 他說違反了 國際人道法 還有安理會第1701的決議 請教艦長您如何看 北京會出手在中東嗎 那他真的施壓以色列 可以就會阻止他 進攻里巴嫩跟伊朗嗎 您如何看 首先很多這個世界的 這些戰亂的地區 真的有時候 你不知道該怎麼樣解決 他最後的聯合國的手段 就是派威和部隊進去 像未來 好比說加沙走廊 我覺得就有一個可能 是派威和部隊 因為大家都不願意 讓對方的進來 就威和部隊 當初2006年 尼巴嫩跟以色列打的時候 也是因為這樣 打到最後打得難分難解 很難最後什麼 就會派一個威和部隊 這部隊現在還在他那裡 他現在的部隊的人數 大概有一萬人 還有800個聯合國的文職人員 在那裡工作 那他們在那裡的角色 是在維持那裡的秩序 希望你不要傷害百姓 他希望大家雙方都能夠退一步 但這一次我倒覺得 他不是一個導彈的去打他 我覺得好比說 他這次是一個導彈 把聯合國的行政人員 800個大樓給他炸毀了 那當然是一個很嚴重的 這次是一個炮彈 然後打到他的哨塔 哨塔就是一個地方在那裡 他可以很容易說這是錯誤 我可能是打那裡的 彈跳打到那裡去了 所以他可能可以找到一些理由 如果他真是 就是堂而皇之地去打 我覺得這個是不可原諒的 那不管怎麼樣 是不是真的假的 這個聯合國的武昌 一定要站出來講話 這到底怎麼一回事 所以說呼籲調查 中國大陸駐聯合國的這個大使 代表說要調查 我覺得這是當然是必要的 但是呢 你說他有心給他這個 讓他的這個叫做什麼 戰亂給他平息下來 我覺得那不太可能 因為第一個 連美國都管不住 中國大陸北京怎麼管得住 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第二個 你一定要想到說 如果中國介入 把這個戰爭給平息下來 對整個中國大陸的 國家利益在哪裡 今天有時候 我常在說這個問題 就是要反過來去看 如果現在是中國大陸 跟很多臨邊的這些國家 有一些小的衝突 好比說越南 好比說這個 這個菲律賓 有一些邊界的 像北緬那樣打來打去的 你認為美國會怎麼樣 在現在美中爭霸的時候 美國會想辦法說 你們都不要打 保持這個和平好了 他巴不得把你鬧大 反正送中不就是這樣子嗎 CIA都會介入的 就是你去反個立場去想 那中國大陸北京 他現在會怎麼想 第一我根本管不住你以色列 我介入這個 但是這個話一定要講 外交的這種 堂而皇之的話一定要講 但第二個 我再說 他的心理的那些 北京在控制戰略的這些人 他可能真的是 怎麼樣把美國拖進來 才是最大的 最高的中國 中國的利益 是 中國難以色路 那美國的部分 他現在提出要建立這個隔離區 就能讓中東的戰火停息嗎 那其實大潭雅胡又說了 除非黎巴嫩 黎巴嫩從真主黨中解脫出來 否則他這個事情只會越來越嚴重 委員你怎麼看 那潭雅胡根本沒有打算熄火 特別是因為 在那潭雅胡 揮軍北上 這個 進攻黎巴嫩真主黨的這個時刻 他國內的聲望 反而 這個止跌回升了 所以這對那潭雅胡來說 他等於是 從天上掉下一個大禮包了 那麼他當然在此時此刻 沒有任何的理由停戰 那麼一旦停戰下去 那潭雅胡要面對國內的 不管是內部的問題 不管他自己本身的這個操守問題 這些東西都不是他能夠現在願意承受的嘛 所以其實現在最主要的觀念 大家都提到了 就是因為那潭雅胡不停啊 美國總統拜登10月9號 跟以色列的總理那潭雅胡 這邊通上電話了 好這邊是看 我們看到這個是美國方面 現在的討論如何處理接下來 伊朗的這個報復行動 那副總統賀錦麗也參與 跟去了解在這次的通話當中 拜登他特別強調這一次的對話是有成效的 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等一下也來一起討論 另一方面 另外要見上面的就是俄羅斯總統普丁了 10月11號張天輝和伊朗的總統 培澤斯基安來正式的會面 在土庫曼這邊會來討論現在的中東局勢 美國中情局長伯恩斯他其實是非常擔心的 他認為說現在中東局勢 持續的升高的風險是迫在眉睫的 是非常的危險的 今天我們要來特別關心這場戰事 是否演變成美俄的代理人戰爭 另外近期在伊朗出現了中國制 反無人機神農頓系統 難道中國也在協助伊朗嗎 今天我們會深入在戰場 擴大到外交關係做一個全面的深入解讀 先來看到我們剛剛說了兩邊的不同的對話 一邊是拜登跟納坦雅虎 一邊是普丁跟伊朗總統即將會面 中東現在看到美以聯盟對上的是 二一聯盟的態勢已經成形了嗎 以一對抗現在是變成了美俄之間的代理人戰爭嗎 可以這樣解讀嗎 賴老師怎麼看 能不能這樣解讀 我個人都認為 時態的發展很有可能會朝這個方向走 但是兩個大國的領導人他們的態度 確實不一樣 拜登是確實不願意以色列跟伊朗發動全面性的戰爭 這個是拜登是誠心誠意不願意 而且不樂見 但是對於普丁來說的話 如果以色列跟伊朗的矛盾衝突在擴大 這個對於俄國沒有壞處 而可能還有好處 一方面油價上漲 對於俄羅斯來講 它絕對有好的經濟利益 而且會讓歐盟更加的有可能妥協 然後向俄國買天然氣跟石油 那另外一個部分裡面就是 烏克蘭的援助 北約跟美國會更少 而美國跟北約跟歐盟 他們的經濟的情況會更加的惡化 他們的國力會更加的衰弱 這個一方面俄國增強 而美國跟北約 歐盟的國家的國力衰弱 這個對俄國沒有壞處 只有好處 而如果對於烏克蘭的資源縮小 俄國在烏克蘭這個地方 擴大戰士 擴大更大的戰國 這個對俄國當然是 只有好處 所以對俄國來說 如果能夠讓以色列跟伊朗 有這麼大規模的一個衝突 對俄國並沒有壞處 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俄國當然會不吝嗇地提供 烏克蘭所需要的軍事武器了 這次普丁跟伊朗的總統 在圖庫曼的會面 我相信就很關鍵 也很重要 因為如果能夠透過伊朗的手 把一些武器轉到這個 葉門的胡塞組織 去打這個英國 美國跟以色列的船隻 讓它在鴻海這個地方 沒有辦法安全護航 這個是俄國所願意見到的 對 但是要經過一個白手套 要經過伊朗來轉手 那如果也能夠經過伊朗來轉手 支持這個真主黨 對於以色列的削弱 這個也沒有什麼不好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次中 這個普丁跟伊朗總統的對話 然後伊朗總統開出來的清單 那普丁一定會看說 哪些清單他可以滿足 他會盡量滿足伊朗的需求 同樣的道理 伊朗也要滿足俄羅斯的需求 例如說我們看到無人機 俄羅斯的無人機的數量 跟生產製造能力一下要上升 這個跟伊朗是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他們彼此之間 都互有相互的一個協作 這樣的一個發展 所以對普丁來說 伊朗成為代理人戰爭 我覺得普丁是願意做的 可是美國就不一樣了 美國絕對不希望發生這個戰爭 所以這個戰爭對美國沒有任何好處 更何況現在正在選舉期間 如果油價又漲 那怎麼選舉 而且如果戰火又蔓延開來 整個中東地區被捲進來 這不是美國人所能夠控制的 現在拜登最痛苦的地方是在哪裡 他有多少影響力 也就是說他對於內塔尼亞胡 他有多少影響力 這一點我們存疑 很明顯的就是 拜登沒有辦法約束 控制內塔尼亞胡 這一次的通話 很明顯的是拜登的妥協 因為本來 以色列的國王部長要到美國去 跟Austin有會談 等於是要做簡報 他們的這種反擊的 或是要攻擊伊朗的這個計畫 但是被內塔尼亞胡叫停了 兩個條件 第一個 內閣要通過他的戰爭計畫 第二個就是 拜登必須要跟內塔尼亞胡通電話 拜登已經五十幾天 不跟內塔尼亞胡通電話了 這次拜登就拿起電話來了 那這代表什麼 拜登妥協了 第一步的妥協 滿足了內塔尼亞胡 結果兩個人通電話的時候 所謂的有分歧意思 也就是吵架的意思 然後說有成效 那就是說有可能有一些 拜登的一些條件 內塔尼亞胡同意了 接受了 這個叫做有成效 但是問題是成效到哪裡 我覺得拜登不見得完全能控制 因為拜登的底線是說 成比例的 等比的反擊 不要超過這個比例 比例是什麼意思 比例就是伊朗打你什麼 你就打伊朗什麼 那這個就等比例 你不要去打他的核設施 不要去打他的石油生產設施 不要去打他的敏感的設施 避免伊朗造成更大的規模的反擊 這個就是成比例嘛 但是內塔尼亞胡會不會接受 我覺得我們要看 實際上發生的事情來定 好 這一場中東戰事 會不會成為美俄之間的代理人戰爭 我們現在看到拜登態度是很不樂見的 那這個普丁的方面 在經濟上面 有石油上面的利益 還有軍事上面的利益 所以他是希望這樣子打下去的 那網路上傳出 現在以色列接下來有什麼樣的新的動作 大家也非常擔心 他會接下來針對伊朗 有第一輪的襲擊清單 而且現在也有影片傳出來說 可能會這麼做 清單的目標位置也指出來了 我們畫面上看到 包括在首都德黑蘭的太空研究所 伊斯蘭革命衛隊旗下的指揮部 空軍總部等等 還有一些是聖戰組織的研究中心 另外除了說德黑蘭之外 還有一些他周圍的目標 包括當地的火箭生產中心 太空中心等等 好 雖然說這一份計劃 還沒有被完全的澄清它的真實性 但是都是對準伊朗最重要的軍事據點 如果以色列真的動索 有辦法在第一級 就摧毀伊朗最重要的這些軍事目標嗎 那麼以色列他除了發動飛彈之外 大家也在看F35可不可能會用上去 也跟著出動 文家老師怎麼看 其實就要對付伊朗 我覺得沒有像對付珍珠黨這麼好的對付 因為它真的有核武國家 因為像你之前其他稅行的所謂珍珠黨 他用這個斬首把它弄掉 但實際上你如果斬首沒斬首成 它會反撲的 所以這個力量是這個挑戰 我覺得是要特別注意的 當然其實這次如果以色列 他真的要發動所謂的第一級的話 首先他當然就會派出 他的最精密的F35的隱形戰機 因為隱形戰機 它可以對抗伊朗 它的空防的一個系統能力 此外這個F45它的隱形 它的效果跟遠程打擊 它非常精準 然後也對他想設定目標 其實也能夠有效的一個打擊 那當然它還有這個所謂的 這個巡航導彈 巡航導彈 那巡航導彈有別於這個彈道飛彈 它是透過所謂的地面去飛行 然後可能雷達很難去偵測到 那像譬如它現在有 尖峰跟這個達利拉 這兩款其實也對遠程的軍事設施 也能夠達到精確的打擊 那當然你剛剛講這個 這個潛在的目標跟它的戰略 那當然是沒有問題 當要打就打到它的心臟 打到它的核心 但是實際上我要補充 就是它的有關它的挑戰跟風險 因為雖然這個以色列 它軍事力量是非常的強大 但是呢 這個我們不要忘記這個伊朗 它這個地大 反正地很多 地很廣 那當然它會分散它的軍事設施 其實很難短時間內 它可能聲東擊西 可能讓你也掌握不了這個動態 尤其呢 雖然這個以色列的情報 是很強的 但實際上有時候呢 它沒有人員情報 它有時候很難去掌握 到底它裡面的部署是怎麼樣 光從雷達也看不出 它裡面的一些部署 那因此呢 我覺得這是要特別注意的 尤其在第一級的攻擊 一定要把這個情報做好之後 它才會去做啟動 那當然這個後續的影響 當然後續的影響 還是提到就是說 以色列即使在第一級的時候 順利打到目標 但是呢這個野火 這個燒不進春龍車又升 它可能會透過什麼 它可能會繼續 發揮所謂的反擊力量 或是透過代理人 我們知道這個伊朗 它是一些這個什麼 像珍珠湯 葉門這些的這些頭 其實它會透過代理人 來繼續來做一個報復的行動 那所以呢 我覺得以色列要做好 攻擊的時候 除了技術之外的一個 就是一個掌握之外 其實也要做好 我覺得很重要 一個持久戰的一個準備 持久戰 因為我覺得這個 伊朗也不是省優的燈 所以我想這一場 如果說這個 以色列跟伊朗 我想是應該是 中東戰爭的另外一個 一個一個 一個新版本 那當然持久戰跟消耗戰 這是也在所難免 所以以色列也要做好評估之後 它才會輕易的來 它才會啟動第一擊 好 所以以色列會打的 接下來可能是持久戰 除了透過飛彈跟F35戰機之外 背後還有美國勢力 現在大家也在看說 這個伊朗背後 是不是有中國在幫忙 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看到是來自於 美國軍事網站 戰區的報導說 伊朗首都德黑蘭 現在出現了 被大家發現說 有這個中國製反無人機的 雷射系統叫做神農盾 好這個系統我帶觀眾朋友稍微了解一下 它是有兩種版本 第一種是叫做有貴化性的 這個貨櫃性化的 神農盾5000型 第二種是搭載於 東風猛式輕型戰術卡車的 神農盾3000型 那神農盾的雷達可以偵測到 5公里之內的無人機 發射功率在10到20千瓦之間的 雷射攻擊射程達到3公里 可以每一發持續3分鐘充電 不用5分鐘 中國大陸難道打算援助伊朗 防禦以色列的攻擊嗎 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出現了 這樣子的一個武器 上次哥您如何看 首先我要去講一下 在台灣一般人可能不太了解 中國跟伊朗關係非常深遠 深遠到其實在6070年代 中國就派遣了非常多人 在包括在伊朗德黑蘭 有很多考古文化方面的研究 跟貿易 這個非常非常深遠 而不是我們以為 都是現在的這種政治經貿外交關係 回來講這個神風盾的部分的狀況 當然這一次並不是在戰場上出現 他這一次是出現在 伊朗最高的競爭理事後 哈密尼的他的這個公開演講 做一個安全性的一個防護 而且現在在新聞發現的披露 一些軍事的這些專家發現了 他其實是被一個藍色的布幕蓋住的 所以看起來真的很上層能頓 但大家千萬也不要忽略了 就是說伊朗自己投入在無人機的研究 也時間非常非常長 而且這個技術跟中國的關係 已經也非常非常的久 所以是不是是仿製品或衍生品 現在真的還沒有人可以說 道斷說這個就是 而且注意喔 他不是在戰場出現 他現在在保護安全 所以現在當然現在是這樣子 有兩個懸念出現 首先第一個部分 還是在於說無人機 反無人機的技術 反無人機的這樣子的這種武器來講 一般在這種反監章當中 或在公開場合很少可以機會看到 所以除了在烏克蘭戰爭 跟現在中東戰爭 無人機跟反無人機的技術 我們已經看到 但是但是中國的無人機的軍事技術 跟反無人機的軍事技術 目前我們在戰場上都沒有看到 我們看到那些仿生 像鳥的都知道中國非常的前面 但是實力究竟如何 我覺得留下一些懸念 也就是說無人機反無人機的技術 如果中國大陸真正的援助誰的話 那真的可能會加值 其實某一方的戰力會非常強大 第二點我覺得還要注意說 現在當然輿論當中 國際當中始終會把任何的這種戰爭 始終要把中國捲入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 都知道是美國或歐美方面的一種輿論戰 那中國當然也不是笨蛋 所以會想盡辦法 或要如何來破解 只要有發生這個東西 就是說中國要怎麼戰爭 或武器援助這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還可以持續觀察 以國的國防軍表示 第146預備師已經對黎巴嫩的南部西側 開始正式的展開了他的相關的地面行動 那這也是預備師首度的加入了對 黎巴嫩的地面軍事行動 至今以色列對黎南總共部署了四個師 在黎巴嫩境內的以色列士兵 總數現在超過了1.5萬人 我們再來看到空中的部分 以軍持續的空襲黎巴嫩的首都貝魯特 和其他其實都是針對真主黨 在這一波空襲當中我們觀察到的相關據點 9月份的時候大家還記得嗎 9月下旬當時他的首腦 納斯拉勒才遭到以軍給殲滅了 緊接著大家就會看說 這一位可能會接任的前在接班人 他在10月4號這一天 竟然也是被爆出已經失聯很多天了 現在大家說恐怕他也遭遇不測了嗎 最新的證實是10月7號這一天 以色列是以精準打擊的方式 消滅了真主黨總部的後勤指揮官 這位是胡塞尼 而最近的網傳如果接下來 以色列對伊朗發動真正的第一輪 暴復性的攻擊這行動 我們這邊看到有非常多的各種打擊 將會真正摧毀伊朗在內10個城市中的重要目標 我們先來看到現在中東的最新戰況 請幹哥來帶我們看 而真主黨這一次他的二把手宣布以色列 先前擊斃了真主黨的幹部 目前這些職缺已經補滿了 他為什麼在這個時候突然間又說職缺都補滿了 是因為已經準備好了嗎 伊朗軍方也說有10套劇本可以應對以軍 這是在警告那台雅虎嗎 我們請華乾哥來帶我們看 對 你看以色列他精準的空襲 你看9月27號先擊斃了 長達30年掌權在手的整主黨的領袖 叫納斯魯拉一番回納斯拉勒 然後你要知道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為什麼在這次的空襲之中上升之後 馬上就必須要有接班人 為什麼 不能群龍無首 所以馬上就找到了納斯拉勒的表弟 就是他的接班人 薩法丁 結果薩法丁也一樣失聯了 在10月4號的時候 也就是說相隔一個禮拜又失聯了 結果在隔了四天之後 以色列再度發動空襲 而且我告訴你 他是知道這個人可能在哪裡 不能完全確定他在那邊 但是他們的空中打擊是非常精密的 F-15跟F-16戰鬥機 他們使用了精靈炸彈去炸毀了哪裡 炸毀了黎巴嫩貝魯特的真主黨情報總部 情報總部 情報總部就是他們在開會的一個地方 對 所以這次竟然打死了誰呢 真主黨總部的後勤指揮官胡塞尼 胡塞尼這個人的 這個戰友的地位反而更重要 你知道為什麼嗎 調配飛彈以及火箭彈 這個我們現在 真主黨的部隊的哪一個突擊旅 他幾點幾分 要到哪個戰鬥位置 準備幾點幾分 要像特拉維夫或像海法 或像耶路撒冷之類的這些城市進行攻擊 所以胡塞尼反而他比較年輕 但是他不但兼具的調動軍火跟部隊 這種後勤官的角色 最重要的他還是個大帳房 所以說這個帳房死了 這個帳有時候就會可能會變成全龍無首的那種地步 所以對於真主黨而言 這一番的攻擊 以色列他的這種外科手術室的 針對首領的目標打擊行動 已經成功了 那我們必須要說 可是你這樣子講的話 真主黨他就失去抵抗能力 或是他會癱瘓嗎 不見得 為什麼不見得 好 真主黨的代理秘書長卡西姆 他就有講 他說 這些我們損失的幹部 有十多人 都已經補滿了 也就是說都已經補充完畢了 我們現在沒有任何空缺 哇 講得非常的滿 就是說我們現在已經沒有任何空缺的 意思是說 其實真主黨有個機制 他一定有副手 也就是二把手 連這個卡西姆 他也是真主黨的代理的秘書長 他也是二把手 那他也會講說 我們其實老實講 我們都會有預備的幹部 去準備接手 那個最重要的任務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到底你說真主黨會不會癱瘓 真主黨會不會失去反擊的能力 我可以現在就告訴各位 不會 不會 只是說 他們在橫向的聯繫 恐怕就會比較 要稍微就是說 推遲 或延緩一陣子而已 所以其實老實講 那個 這個真主黨 他們有講 他說 這場戰爭必須要持續下去 這是一場誰先哭的戰爭 但真主黨絕對不是先哭的那個 他講的這句話 你聽到這句話以後 你再去反映一下 我們反過來看一下 像聯合國最近有一個 紐約總部的人權事務的主任 他辭職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說 所有的這些媒體 還有以及我們自己聯合國內部 對於以色列的袒護 已經到了不可令人接受的地步 也就是說 不僅僅是媒體 而且聯合國自己的 自己的人權事務部 他們都袒護以色列 所以他自己奉而就辭職 他說聯合國都沒有 本著他就是 以世界和平的規章在辦事情 連帶連BBC CNN的記者也一樣 他們的新聞送到 像我們媒體的總部以後 竟然都會被拿掉 對以色列不利就拿掉 對以色列有利的就登 對巴勒斯坦不利的 他們就登 對巴勒斯坦有利的 他們就不登 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 大家可以看到 世界上對於 就是說你看 現在已經死亡了 四萬兩千人的巴勒斯坦人 但是完全沒有得到什麼 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尊重 我認為以色列 他可能要對 這個巴勒斯坦 就是伊朗 他可能下一步要進行 就是說十個目標的打擊的 這種工作 現在網路上面也在瘋傳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以色列恐怕 現在還在投鼠機器 不敢隨意地跨出那一步 好 現在是連聯合國之前的官員 都對以色列發出了異議 那美國的角色呢 美國當然還是會持續地支持以色列 但是現在看起來 這是來自於媒體的報導 Axios的報導說 美國的官員表示 拜登政府現在對於 納坦雅胡的信任度 持續地降低 尤其是對他多線戰爭的 這個軍事的外交計劃 都感到有一些質疑了 我們來看到美國中情局長 柏恩斯他也指出 以色列和伊朗領袖雙方 其實他們都不想要全面衝突的 但是確實現在衝突的風險 是在持續地存在當中 納坦雅胡也警告了 尼巴那的人民 如果說你不把國家從真主黨 手中解放出來 他們可能就會面臨毀滅 還有苦難 就像在遭遇到的 這一些戰火重創的 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的人民 是一樣的 第一方面我們持續看到 以色列現在又再繼續地 增加他的敵人了嗎 為什麼這麼說 這是法新社的報導 說總統普丁 俄羅斯的部分 預計10月11號 會在土庫曼 會晤的是伊朗的總統 我們要來看到美伊之間的互信機制 現在是否真的出現裂痕了 接下來普丁跟伊朗總統會面 會對中東局勢帶來全新的變化嗎 俄羅斯會加入在這當中參與嗎 有沒有辦法透過一些外交手段 來讓雙方之間的這些升高的溫度 再次降低 首先我們先看美國跟以色列之間 現在雖然有聽起來媒體報導說 好像之間還是有些信任的裂痕 但我覺得無論怎麼說 美國跟以色列之間的關鍵字 叫做猶太人 那只要是這個猶太人在的這個部分 只是大家難以想像 美國跟以色列 我覺得地球毀滅了 他們也都不會分開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美國跟以色列 也是我們眼前看到的這兩個國家 可是你要知道猶太人貫穿 美國的政治 經濟 社會 教育 所有當中是在美國的這整個國力 國家的運作 它其實有很大的比例 就是猶太人的思路 我想其實大家都應該很有感覺 特別是稍微有一點點教育素養的人 對於之前在美國的大學校園裡頭 那麼多抗議以色列 那麼對於巴勒斯坦 在巴勒斯坦當中的這一些不人道的惡行 各位 在當時哈佛 耶魯 所有你可以想像的長生騰 在全世界 全美國最大的名校 包括哈佛 耶魯在內 裡頭的學生抗議 你看到猶太人是怎麼做 猶太勢力竟然可以把人家的校長 整個支持這些學生抗爭 還不是支持這個巴勒斯坦人 校長就可以扒下來 然後學生的部分警察就進去 然後整個校董裡頭就宣稱說 如果學校不鎮壓或等種處理的事情之下 好久不捐錢 所以你知道猶太人對於整個教育 連哈佛 耶魯都不放在眼底 這麼野蠻的壓制 我要表述的部分是說 所以猶太人對於政治經濟的部分關係 這是多麼的深刻 哪裡全美國每一個州長 哪有一個州長競選能夠選上 背後沒有猶太人的資金 無論他的立場是什麼 所以這個都不用去考慮 美國以色列會有任何的分裂 不用考慮 但真的值得注意的是 最近現在接下來 在10月11號即將要見面的 就是普京跟伊朗的總理斐澤斯基安 在土庫曼正見面 這些見面很明顯是臨時的 因為他參加的部分活動 不是個大的政治活動 是紀念一個土庫曼的一個 包括俄羅斯文學的一個詩人 300年的紀念會的一個文學論壇 在文學論壇當中 這兩位現在全世界戰爭最敏感的人 我想其實在國際當中都認為 很大的原因是在於以色列的立場 那麼以色列現在已經正式地支援 烏克蘭以色列最有名的防空系統 那這個部分已經確定支援 那這個部分現在全世界就認為說 過去以色列在烏克蘭戰爭當中 拿捏的還是比較抽離跟蹤性的 包括全世界對於俄羅斯的制裁 以色列部分也並沒有加入美國的行動 所以是比較客觀的 但是現在以色列把他最厲害的防空系統 來支援烏克蘭 當然支援的程度到如何 有沒有包括他的鐵窮系統的多少比例 不知道 但是一方都認為這就是普丁為什麼 現在要跟伊朗見面的這個部分的原因 當然只要知道最近的部分的這個戰事 真的越來越難朝向停火 大家過去覺得年底當中應該停了吧 在今年年初年中大家這麼認為 可是你看眼前 此刻當下除了美國的部分的軍員之外 英國最新乎批了60億英鎊 讓他們可以採購英國的武器 除此之外我覺得還有很敏感的 像斯洛伐克 包括亞美尼亞跟亞塞拜然 這兩個從俄羅斯的勢力 獨立出來的國家 他們也提供武器給烏克蘭 所以雖然是存亡史航的概念 但是也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更多的大大小小國 繼續投向烏克蘭的資源沒有停止 我想停火和平這件事情 並不一定是戰爭最後的結果 它不是必然的結果 我可能要有一方翔 但是往往和平的契機 就是在戰火發生 戰爭發生過程裡頭 有任何一點點燒回戰火緩和 大家都不再介入 不再投入資源 不再壓寶 然後有一點契機 和平有時候出來 大家把握了才能夠真正的停火 但目前現在看起來 似乎包括普丁 要把他們的美俄對抗 所謂烏克蘭戰爭之外 是不是要連到伊朗的中東戰爭 一旦現在中東戰爭 跟烏克蘭戰爭連動在一起的進行之下 那可真的就慘了 好 烏克蘭戰爭 這個連續遇到了美俄對抗 那中東戰士是不是也 延續到了美俄對抗 我們繼續來看 美國插手在中東的背後的戰略意圖 到底是什麼 因為以色列至今都沒有動手 反報復伊朗 那傳聞呢 現在伊朗最高領導人哈米尼 會是以色列的斬首對象 這是以色列的部分 伊朗的部分 目前用來抵禦襲擊的兩股重要勢力 包括了第一個彈道飛彈 第二個他們的盟友真主黨 再加上第三個大家會擔心 是否加速推進他的核計畫 總共是三個 我們現在看到 美國現在全力提防中東的大戰 但是以色列似乎是想要脫離掌控 美以之間 首先第一個問題 是否在唱雙簧 第二個問題我們來看到 美國是否是拿以色列當武器 藉由推翻哈米尼政權 來重塑他在中東版圖 降低中俄的勢力呢 所以這又回到了這個 美國對抗俄羅斯的部分 漢婷怎麼看 講說以色列脫離 美國掌控可能不是很精準 因為美國從來就沒有辦法 能夠掌控以色列 而且應該是反過來 是以色列在掌控美國 不過當然我們講說 這個所謂的美國 跟以色列在唱雙簧 這個講法要具體定義 所謂的美國是指誰 如果我們講不分黨派的精英 大概都會幾乎無條件支持 當前以色列幹的每一件事情 那或者包含打壓伊朗的勢力 然後從而遏制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影響力 這些都是美國整體要幹的 那就包含 你看美國跟中東說 大家不要打了 然後就放任以色列打你 以色列打完之後 美國都說大家要冷靜 然後就出動軍艦 威嚇中東地區 對吧 伊朗發個空包彈 美國就嚴厲譴責 以色列屠殺老百姓 美國就視而不見 那這基本上就是美國 就是不分黨派 或者講說精英 如同前面所說 因為都被猶太人 所深深的控制住了 所以基本上都是同樣的 但如果我們要細分到說 那具體以色列對伊朗 採取什麼樣的行動跟報復 美國當前不同政黨 當然就會有不同的看法 因為最主要 以色列未來攻擊的程度有多大 很重要的變因 就是接下來的美國大選 所以以色列想不想要 一勞永逸的 最好就是把伊朗給打趴 把伊朗的核設施都打趴 他想 但能不能呢 不能 當前的能力確實是有困境 因為他不論呢 他自己沒有這麼遠的一個飛彈 而且呢 要飛過去的話 也沒有辦法經過相關的上空 行動上是不足的 所以一定要有賴美國幫忙 那所以他才要想辦法 把美國拖下水啊 所以對於納塔尼亞胡來說 他把局勢拉得越高 逼得美國來出手幫忙 而且戰爭延續越久 自己的執政也就更加的穩固 對以色列而言呢 當然是有利的 可是呢 拜登不樂見 因為他要選舉啊 你把局勢搞大 或者美方參戰 甚至美方不參戰 但是只要戰爭擴大 石油價格飆漲 通膨增加 那他就完全不用選了 所以對於拜登來說 他當然是希望一個叫 有限度 有上限的支持 我可以支持以色列就亂幹 但是你不能夠影響到 我內部的選舉 你不能夠影響到油價飆漲 通膨上升啊 或我美國參戰啊 這個不行 那麼 以色列他 他喜不希望 或他喜不喜歡拜登 這種有上限的支持呢 他當然不喜歡 因為他更喜歡另外一個人 叫做川普 川普呢 他就不叫做有上限了 他根本是 不僅沒上限的支持 也幾乎沒下限的在支持 川普的支持呢 在他當上美國總統的時候 就直接把美國駐以色列的大使館 搬到了耶路撒冷 對吧 就過去以來 沒人敢斬釘截鐵說 耶路撒冷是以色列 但就只有 川普敢幹這件事情 而不久之前呢 他也大聲地說 支持以色列直接攻擊 伊朗的核設施 所以就他敢這麼講 對於以色列來講呢 他只要鬧得越來越大 未來換到川普當選之後 他就可以更加如他所願 鬧得越來越大 或達到他想要的目標 所以對伊朗來說 現在反而是一個困境 他如果完全都不動手 他完全都不反擊 那他就是被打得越慘 但他如果反擊 局勢越大 糟糕川普當選 所以他該怎麼辦 對伊朗來說最比較好 這是雙方的一個賽局 都在裡面 那對於拜登來說 他要怎麼樣去遏制以色列 因為以色列一定就是 希望川普當選 他怎麼樣 所以對於拜登來說 現在能夠拉攏的對象 反而是伊朗 就是這才是在當前 比較新的一個賽局當中 所以與其講說 美國跟以色列的這個雙簧 不如說呢 納塔尼亞胡跟川普在做雙簧 然後或者未來搞不好 會看到拜登跟伊朗 有某種程度的合作 地人政治 內中之爭 戰略價值 商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動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大陣形